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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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所谓的控制力 那接下来我们讲一下关于就是挡 比如说我这样子拍过去 来 它进行挡 这只手拿过去 然后它进行挡 挡的过程当中就是拍手 练习反应 然后这个挡 这个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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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个过程当中是无规则的 什么叫做无规则 就是说我鼓一招 这个 这个 我还可以这样子出 我不一定说我要告诉他我要出哪一个 那这样的话它就可以练习到它的反应 反应程度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你逐渐的加快 比如说一二三四四 二三四 这样的话时间久了 对方的反应程度就会比较快 这是第二种方法 好那第三种方法呢 很简单啊 我们拍手 比如说拍手 拍手 拍 拍 我是主要负责的 那它就是控制的 那同样的道理 我可以拍 我再拍再出 它就迎合我的手 拍没有 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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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这种的话 它也可以练习到它的反应的速度 因为练习反应速度的话 自然的身体的这个灵敏度就比较好 这是上身的一种训练方法 我们可以练习 几分钟一组 可以练习几组 这样子去练习 肯定会有提高 接下来我们练习一下脚上的动作 而脚上的动作的话 比如说第一个动作 比如说踩脚 这个动作 当我踩脚 踩脚这只脚 踩往后退 然后回来 所以我踩它这只脚 踩往后退 这边是规刀脚 那我再踩 踩 踩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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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反复的去做的话 时间一久 它的反应速度会比较好 尤其是脚上的 可以加快速度 踩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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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这个要循序渐进的走 不然的话练起来都比较麻烦 这个还有一个腿上的就是peter 比如说看 踩 踩 他就可以抬脚 抬脚 踩脚 踩脚 踩 踩 你看 这个就是练习它的正确的选择 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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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二一就是错了 但是这个东西也是修西渐进 那这种方法就结合在一起去练习 包括我们作为教练 就是给一些学生基础项目促练的话 也是比较好的练习 对吧 希望大家能结合这些简单的方法 去练习一些自己的身体感觉 也谢谢任教练来为我们做这次的讲解 今天我们讲了关于简单的练习反应的方法 大家可以自己练习 同时也可以让别人和你一起去练习 同时你如果是个教练的话 也可以把这种方法交给你的实施 好了 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 可以联系我们的科技群的组织和分头 那里会有很多的知识为大家分享 同时和更多的达人进行交流 也可以加入我们的微信微博 也可以加入我们的微博 官方微博 那里会有更多的知识为大家提供 还有加入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大家会有更多惊喜为大家带来 好了 非常感谢公众平台服势人的赞助 好了 我们下节课再见